大家好,欢迎您观看韩媒视角,我是韩媒 今天是2024年8月8日,星期四 这个视频呢,跟大家聊一下啊 就是中国政府啊,有时候他对美国呀 或者是对台湾啊,有一些反制措施啊 有的时候呢,暂时呢,你看不到效果啊 你就会觉得说啊,好像中国搞的这个就是吓我人的啊 也没什么作用 但是呢,时间长了以后,当它出现效果的时候 你才恍然大悟啊,你就觉得中国政府呢,还是挺会玩的啊 那么前两天的时候呢,我们就看到啊 中国对这个美国那个军火商的反制啊,那个制裁 第一轮完了以后呢,没什么效果啊 又进行了第二轮啊 第二轮呢,一开始也没有什么效果 但是呢,这两天呢,就传来消息了,对吧 其中的一个军火商呢,就跪地求饶了,对不对啊 那么中国政府呢,在对它采取一个措施 那别人都看着呢啊,那么别人看着的时候呢 那对别人来说呢,它就是一个或者警示的作用 或者是榜样的作用,对吧 它就是作用啊 然后呢,就是前一阵呢,中国这个六部委啊 出台了一个什么22条,对吧 大家呢,会觉得说,哎,这22条最近不又沉下去了吗 然后又没有什么消息了啊 然后呢,好像大家就都忘了这件事情了 那么台湾的那些台独分子呢 他们就该怎么样又怎么样了 其实啊,不是这么回事啊 它会有效果的啊 如果没有效果的话呢 中国政府啊,就再一次的 再进一步的搞一些招啊 不是有一个说法叫什么 达摩克里斯之剑是吧 就老跟着悬着啊 老吓唬你啊 它随时有可能掉下来啊 其实呢,我们中国的民间呢 也有句话啊 就是呢,咱们小的时候啊 父母经常说,就是抓着你这个小片根的啊 抓着小片根,师傅长的就给你淡一下 师傅长的就给你淡一下啊 就是经常让你知道啊 那么这两天啊 我们看到中国政府呢 又有了新的举动了啊 这两天呢 在岛内啊 又引起了一个轰动啊 小片根呢 又被淡了一下啊 这是怎么回事呢 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 环球网的这个报道啊 环球网就是说呢 说中国政府的这个官网啊 现在增设了一个专栏啊 什么专栏呢 就是称治台独顽固分子专栏啊 那么岛内的媒体呢 都很关注啊震慑意味浓厚啊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专栏 其实还不是说就有一个专栏啊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内容是什么啊 环球网报道说呢 借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啊 6月联合发布了关于依法惩治台独顽固分子分裂国家 煽动分裂国家犯罪的意见之后呢 这就是那22条啊 岛内多家媒体啊 8月7日又注意到了啊 国台办的官网啊 今天也就是7日的时候呢 新增了 依法惩治台独顽固分子专栏 包括呢 台独顽固分子清单 发言人有关表态 等五个板块啊 就是呢 中国政府啊 只要是做了这件事情啊 你就不愁这个台湾是发现不了啊 他们肯定能发现啊 包括美国呢 也能发现啊 你不用是大张旗鼓的去宣传啊 他们自然会发现啊 那么他发现了以后呢 那么现在我们看到啊 就是说他有这个顽固分子清单 还有发言人有关表态啊 就是以后呢 他五个板块啊 这五个板块只要有刷新啊 他们立刻就会得到消息啊 他们立刻就知道了 他们会认真学习的 我们来看一下 这五个板块啊 都包括什么 然后呢 环球时报又说啊 台湾联合报报道称啊 这都是台湾报道啊 进入我国台办的官方网站 可以看见一个题为 依法惩治台独顽固分子的浮动视窗 除此之外 在专题栏目当中也有显示 点击进入专栏页面 可以看到那有五个板块 分别是什么呢 分别是清单在列的台独顽固分子 就随时呢 你就到那儿啊 就能找出来台独顽固分子都有谁 以前被列出来了都有谁 那么第二个呢 就是中共中央台办 国务院台办发言人的有关表态啊 以后呢就一站式的啊 在这儿呢肯定能找到 然后呢是法律文件啊 然后第四个板块呢就是 举报清单在列的台独亡固分子 线索和罪行啊 如果你发现啊 这些台独亡固分子啊 他们有哪一些犯罪的线索啊 或者罪行的话呢 你就可以啊 到这个板块里面来举报啊 还有呢就是举报犯罪严重的 新的台独亡固分子啊 如果你发现有新的台独亡固分子的话呢 那么你就可以举报啊 并且呢还提供了用于举报 台独亡固分子的一个邮箱啊 你点进入邮箱呢 然后你就可以联系上他们了啊 绝对没了错 然后呢 这个环球时报报道说啊 其中进入清单在列的 台独亡固分子的页面啊 可以看到中国中央台办 国务院台办啊 8月1日发文 就列出来了 苏真昌 游熙坤 吴钊燮 萧美琴 顾立雄 蔡其昌 柯建明 林飞帆 陈娇华 王定宇啊 这十个人的名单啊 那就是说呢 在这个板块里面 现在呢 所公布的 列出来的呢 是这十个人 然后呢 环球时报说啊 联合报还注意到 啊 这也是台湾的一个报纸吧 他们也注意到了 说 该专栏页 将台独这两个字啊 用绿色字体 加粗处理啊 这什么意思 为什么是绿色字体 加粗处理呢 就是说是绿营啊 这些台独呢 都是绿营的啊 这有点就是暗示 国民党蓝营这边呢 是安全的啊 不是针对你们的啊 是针对绿营的 然后呢 这背景上说是 还配上了五星红旗 和法庭背景图 配上五星红旗呢 表示说 这是国家层面的 这个意义啊 国家层面的 这个决心啊 国家的这个 灵统完整啊 和主权啊 这是不容侵犯的 台湾就是 中国的一部分 这没什么好说的 对吧 然后呢 法庭背景图啊 这挺有意味的 我也看到一些 台湾的 就在讨论这件事情啊 法庭背景图 是什么意思呢 其实呢 就是意味着呢 就这些人 将会受到 中国大陆法庭的审判 然后呢 台湾也普遍的认为啊 这五个板块啊 震慑意味是 非常的怒厚 然后环球时报 接着说啊 中天新闻网 自由时报等台媒啊 也发布了相关的消息 并分别以 国台办官网 增台独亡故分子专栏 肖美琴 苏贞昌 等十人 被置顶 国台办 设 惩治台独亡故分子专栏 列入 肖美琴 肖美琴 苏贞昌 等十人 跑路啊 就可以跑路 所谓是无关一身轻 对不对 那肖美琴呢 这刚选上啊 咋整 不过我给他们指一路啊 掉头啊 回头是岸呢 对不对啊 然后呢 再看这个 环球时报又说啊 此外啊 联合报就引述了 香港大公文会网 报道称 公安部网站也在专栏中发布了 依法惩治台独亡故分子一文啊 公安部也配合啊 报道称 以威之助 由小见大 国台办 公安部政府网站的上述新变化 表明了大陆方面 对依法惩治台独亡故分子的高度重视 再次向台独亡故分子敲响警装 环球网说啊 台湾联合报还报道称 关于依法惩治台独亡故分子 分裂国家 煽动分裂国家犯罪的意见 共22条 对犯分裂国家罪危害特别严重的 可以判处死刑 对首要分子处无期徒刑 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等 在此之下 过去已被大陆点名 而列为台独亡故分子的 肖美琴吴章谢等十人 都很可能成为被审判的对象 就是台湾的媒体呢 是这么解读的啊 就是说这十个人啊 很有可能啊 随时被审判 而且呢 被缺席审判 如果给你判了死刑的话呢 那么就随时执行了啊 定点清楚就是执行判决的一个阶段 然后呢 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平华此前表示啊 运用刑事司法手段惩处 分裂国家犯罪分子 维护国家核心利益 是世界各国通行的做法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国家绝不允许台独分裂势力 以任何的名义任何的方式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 陈平华称 依法惩治台独顽固分子分裂国家 煽动分裂国家犯罪 合情合理合法 意见也就是二十二条啊 从标题到证文都清晰的指明 刑事惩治措施 只针对极少数的涉毒严刑恶劣 谋独活动猖獗的顽固分子 以及他们实施的分裂国家 煽动分裂国家犯罪 不涉及广大台湾同胞 陈平华称 台独是导致台湾兵凶战危 民众利益受损的最大祸源 只有依法严惩台独分裂犯罪 台湾同胞才能安享两岸关系 和平发展红利 才能过上和平安宁的好日子 好 这就是这个环球时报啊 就这件事情所发布的这篇文章啊 我认为呢 与之前所不同的呢 就是啊 这些人有可能离受到大陆这个法院的审判的时间呀 要快了 这就是呢 又进了一步 这个视频能跟大家来聊一下 关于英国的这个暴乱啊 英国的暴乱呢 已经持续了好几天了 它主要是那些个反移民的人啊 主题就是反移民 引发这个抗疫的事件呢 就是啊 前一阵子在一个小孩的舞蹈班里面 所发生的砍人事件啊 那么现在啊 因为这些人是这个反移民的 所以呢 这些个移民啊 就是他们反的对象啊 那么现在我看到呢 因为这个抗疫示威活动呢 已经发展成了暴乱啊 到处打砸烧啊 甚至抢啊 所以啊 这些移民呢 都岌岌可危啊 那么有一些商店呢 就关门了 就和美国上一次所发生的黑命贵那次一样啊 商店呢 都封起来了 清真寺啊 也封起来了 那么特别有意思的是什么呢 我看到这个美国之音报道啊 就是在2019年香港暴乱的时候呢 那些黑豹啊 后来就跑到英国去以后呢 哎 这些人现在也成了这些反移民暴乱的攻击对象啊 哎 你说这些人现在傻眼了不 怎么办呢 怎么办啊 真的是没记录没退录啊 在英国呢 就是非常危险啊 待不下去了 然后退录是哪里啊 退录的家呢 被他们已经砸了啊 还能回去吗 对不对啊 回去就是接受审判 他们也不敢回去啊 现在这些人呢 是最难熬的 那么这个视频呢 我们来看一下啊 对于英国这一次所发生的这个暴乱啊 他不能说史无前例啊 起码是十几年内呢 没有发生过这么严重的暴乱了 那么他的前因后果呀 各个方面的情况啊 中府怎么应对呀 这些东西啊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滤镜媒体啊 BBC啊 他是如何报道的 BBC呢 今天发表了一篇文章啊 这篇文章呢 对这件事情呢 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啊 那他这个题目就是有针对性的啊 说英国为什么发生十余年来最严重的骚乱啊 我们来看他分析的对还是不对啊 说在英格兰北部海滨城镇南港的一个舞蹈班里 三名年轻的女孩被刺身亡 这在英国引发了十多年以来最严重的骚乱 网上的虚假信息极右翼和反移民情绪 助长了在英格兰各城镇和北阿尔兰发生的暴力事件 首先是为何南港袭击事件会引发暴力啊 我们来看他是怎么认为的啊 他说呢 7月29日在一场以泰勒斯维夫特为主题的舞蹈和瑜伽活动中 6岁的贝贝金 7岁的爱尔西和9岁的爱丽丝 在一场持刀袭击当中丧生 另有8名儿童和2名成人受伤 当天晚些时候呢 警方表示他们已经逮捕了一名来自附近村庄的17岁的少年 并称不认为袭击与恐怖主义活动有关 袭击发生后 社交媒体上几乎立即就有帖子错误的猜疑 嫌疑人是2023年乘船抵达英国的寻求庇护者 其中一个人名被广为误传 还有毫无根据的传言说 这个人是穆斯林 据BBC和其他的媒体报道 事实上该嫌疑人出生于威尔市 父母是卢旺达人 警方呼吁公众不要散布未经证实的猜测和虚假信息 说到这儿呢我来插一句哈 我在推特里面看有人呢在推特里面发这个视频啊 就英国的警方啊登门抓人啊 英国的警察呢就进去以后啊 这个人就开始录像了啊 就通知他说呢你被逮捕了 他说为什么呀 因为你在推特里面发布煽动性的言论 然后说我发布什么煽动性的言论了 他说去了警察局再说 你知道吗 以前的时候在推特里面特别爱发啊 说中国的警方啊上门抓人的时候呢 经常发这样的偷拍的视频啊 现在啊就几乎是同样的内容呢 是英国人发的啊 特别有意思啊 我不知道那些粉丝们现在还说什么啊 然后BBC说啊 第二天晚上一千多人参加了 在南港为受害者举行的首页活动 随后当地一座清真寺附近发生了暴力事件 人们向清真寺和警察投掷砖块 瓶子和其他的杂物 一辆警车被点燃 27名警察被送往医院 骚乱遭到了广泛谴责 代表当地的议员贺尔利说暴徒从外地前往该镇 试图利用三名儿童之死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 而首相斯塔莫爵士则谴责这些人是在南港街头截掠的暴徒 这是这个暴力啊 为何会发生啊 就是有人在造谣啊 煽动 然后呢 暴力如何蔓延啊 他说呢 在社交应用程序Telegram上 当地反移民群组对集会进行了讨论 警方称 暴力事件据信涉及现已解散的极右翼组织 捍卫英国联盟的支持者 在南港骚乱后的第三天 伦敦 哈特尔浦和曼切斯特也爆发了暴力抗议活动 警方将其与南港事件联系在一起 在整周内还发生了更多的抗议活动 其中许多活动的目标是清真寺和接受寻求移民庇护者的酒店 虽然没有单一团体在组织活动 但是BBC对主流社交媒体和小型公共团体活动的分析表明 社交媒体上有影响力的博主推动人们聚集 参与抗议的模式清晰可见 他分析别人很会分析 当初香港那个暴乱咱们也是这么分析的 但是他们可不认可 他们把那些人都搞到英国去 他们表示和这些人站在一起 现在他也会分析对吧 然后又说了 不同圈子的多位博主传播关于袭击者身份的虚假说法 影响了大量受众 包括与极右人士和团体没有任何联系的普通人 这不是他们一贯的做法吗 对不对 然后呢说 在这个X上也就是推特啊 捍卫英国联盟创始人极右翼活动人士 和已定罪的罪犯汤米罗宾逊 被名人叫斯蒂芬·亚克斯利·列农 在塞浦路斯度假时 向他的近百万粉丝发布了煽动性的信息啊 这个人呢别回英国啊 回英国肯定得被抓啊 然后呢在X上一名与他有关联的博主 也吸盟勋爵的网名发帖啊 其实是一位最早公开呼吁举行全国抗议的人 我刚才所说的啊 在网上发布那个消息啊 警察上门逮他的那个人呢 估计啊都是在英国的警方呢 挂名挂姓的啊 然后又说啊 哪里发生了骚乱都发生了什么啊 BBC说呢 随后啊 从南海岸的普里茅斯 到东北部的桑德兰 骚乱在英格兰各地爆发 被阿尔兰贝尔法斯特也发生了类似的事件 人群袭击了清真寺和寻求庇护者的住所 汽车和包括图书馆在内的建筑物被放火焚烧 商店也遭到了袭击啊 美国之音报道的呢 就是香港去的那些黑暴啊 他们的那个车啊 据说也是被烧了 他们也受到了这个财产的损失啊 人身也受到了威胁啊 真是报应啊 你们也有今天啊 你们被你们的同类啊 今天被针对了 然后呢 说在贝尔法西侧的南部啊 反移民和反种族主义抗议者 在市政厅外紧张对质 一名法官表示 暴力事件涉及种族主义因素 警方正在调查一起 男子拒报啊 头部被踩的袭击事件 该案件被列为 出于种族动机的仇恨犯罪 周日在罗瑟勒 为寻求庇护者提供住宿的假日酒店 惊恐的员工描述了他们 如何将冰箱和其他的家具堆放在门边 以抵御冲进大楼的抗议者 附近的居民也描述称 有骚乱者闯入花园 他们纷纷逃离住所 去香港的那些黑豹啊 他们也是有组织的啊 说他们的那个组织啊 他有这个场所的啊 也受到了威胁啊 然后BBC说呢 有数十名警察受伤 其中一些正在医院接受治疗 墨西塞德郡警察局长表示啊 一些受伤的警察担心他们无法回家 与家人团聚 一连串的暴力事件 引起来了英国以外地区的关注 马来西亚 尼日利亚 澳大利亚和印度 都发布了旅行警告 敦促人们保持警惕 避开抗议活动的现场 中国大使馆我看到呢 也发布了警告啊 一方面呢 要求大家要远离这些个地点 另外一方面呢 要求大家如果遇到麻烦的话呢 及时联系大使馆 然后BBC呢 又分析啊 谁参与了英国的骚乱啊 说 一位警方消息人士告诉新闻联合社啊 抗议事件情景微妙 一些地方有一定程度的协调运作 但也有许多情况是 当地人在看到社交媒体帖子以后 或者看到外面街道上的情况以后 便选择了加入其中啊 BBC内政事务编辑 伊斯顿上周五晚上 在桑德兰采访时说 极有意骚乱分子袭击了警察 放火焚烧了警察局 隔壁的咨询中心 向清真寺投掷石块 并抢劫商店 但是除了蒙面暴徒 他还看到了为他们欢呼的家庭 推着婴儿车的爸爸妈妈 和披着圣乔志齐的孩子 虽然有些人有意使用暴力 但最初也有对移民问题感到担忧的人 希望行使和平抗议的权利 一位参加了周日在罗斯勒姆举行的反移民抗议活动的人告诉BBC 在收容寻求庇护者酒店里发生的暴力场面 绝对是野蛮的 这不是我们来这里的目的 六婆阿卜杜拉奎利亚姆清真寺的一名志愿者表示 其他人可能是出于普遍的挫败感和选择发泄情绪 在几个城市暴力团体与对立的抗议者群众 暴力团体与对立的抗议者群体发生了冲突 在布里斯托尔反种族主义抗议者说 为阻止对立示威者冲击移动收容 寻求庇护者的建筑 他们团结起来 在伯明汉也发生了混乱 当时一群由年轻亚裔男性为主的人聚集在一起 反对传言中的极右翼游行 但该游行并未实际举行 然后BBC说警方和英国政府如何应对呢 说英国警方称 截止到星期二 已经有400多人被捕 其中包括年仅11岁的儿童 这一幕和2019年的香港相当的类似 当时香港就是抓捕的人群当中 也有未成年人 然后什么美国英国西方那些人都跳出来 都说啥来着 对不对 现在英国抓的这个400多人当中 还有11岁的儿童 首相斯塔莫谴责了他所称的极右翼暴力行径 他誓言无论表面原因或动机如何 施暴者都将被检控并且定罪 并称包括在网上煽动这一行动的人 在内的骚乱参与者都将后悔 就是你在网上煽动也不行啊 那些号称言论自由的人出来走两步啊 对不对啊 王知安们现在不为这些抗议者说两句吗 还有吕丽萍和他老公对吧 出来说两句啊 好我们继续看啊 BBC说 英国政府表示啊 一支由专业人员组成的常备军将应对骚乱 警方将共享有关暴力团体的情报 政府表示还将与社交媒体公司合作 确保删除错误和虚假信息 请注意啊 删除 删帖 并且还有追究责任啊 抓人 然后BBC说呢 当局还表示啊 将提供500多个新的牢房 以确保那些暴力活动参与者入狱服刑 现在啊 怎么不提出来 五大诉求缺一不可啊 然后说 刑事检控专员告诉BBC 检方正在考虑将以恐怖主义罪名 起诉一些嫌疑人 同时考虑 从国外引渡涉嫌卷入骚乱的博主 哇 从国外引渡哎 就那些在国外也不行啊 王志安门不敢言喻了吧 声援呀 最后一部分是 受骚乱影响的社群在做什么 在许多地区 当地居民在暴力面前团结起来 全力开展清理行动 并声援受影响的人 在南港 数十名当地居民还沉浸在女童遇害的震惊中 他们带着刷子和铲子 赶到受到破坏的地方帮忙 工匠们也主动提出免费重建墙壁和更换窗户 一些人还发起了针对受影响群体的募捐活动 其中一场是为了向哈特尔普的一座清真寺表示感谢 最初的200英镑目标在15分钟之内就完成了 在南港持刀袭击事件发生以后 墨西塞德郡的宗教领性们呼吁人们保持冷静与和平 并牢记我们之间的团结远比分裂要多 你看团结的都是这些个清真寺的 还有支持清真寺的那些暴徒都是谁 都是那些个白人对吧 都是那些昂萨人对吧 真是此一时彼一时啊 今天这个视频讨论一下关于孟加拉国的局势 孟加拉国这一次的骚乱可以说是暴乱 从这个6月下旬吧 开始发生啊 经历了整个的七月啊 到前两天6号的时候呢 这些个抗议的民众冲进了他们的总理府啊 那么他们的总理哈希纳呢 就紧急的坐直升飞机就跑掉了 那跑到哪去了呢 印度的苏杰生啊昨天公开了消息确认 说他呢跑到了印度啊 现在人在印度啊 但是呢苏杰生表示说啊 他在印度是暂时的啊 并且呢有印度的媒体说 说这个哈希纳呢 他本来要去英国的 说他呢家里有很多人都在英国啊 所以呢他就想去英国啊 但是呢说英国排除了给哈希纳提供庇护的可能性啊 所以呢他不得不就去了印度啊 而且呢会延长在印度逗留的这个时间啊 可以说这个哈希纳呢 真的是挺尴尬的 那么我们再说孟加拉谷啊 在这个哈希纳啊 出逃之后的情况啊 哈希纳在出逃的同时呢 已经宣布辞职了 这是抗议者之前所要求的 要求他辞职 他这事呢 我已经是讨论过几个视频了 我从一开始我就知道啊 这就是颜色革命 就是颜色革命 他们一开始的借口呢 就是啊 在这个去年或者前年的时候呢 他们呢有一个建国者的孙女吧 他当公员的这个配额啊 被政府取消了 上回呢 就是让他这个孙女当公员的时候呢 那么民众呢也有抗议了一段啊 然后呢 政府就给取消了 在今年六月份的时候呢 他们的法庭啊 又做了一个决定啊 就取消了政府取消的决定啊 就是说呢 他那个孙女啊 当公员这个仍然是有效的 那么这样一来呢 这一轮的这个抗议啊 就又起来了 就抗议这个 要求取消啊 那些个建国者那些啊 功臣啊 他们的后代啊 他们有公员配额的这个制度 要求取消这个制度 那么后来呢 政府就说啊 宣布取消这个制度的时候呢 那这抗议者就又变了啊 说那个不重要 那个不重要啊 然后呢 说五大诉求 就缺一不可啊 就是被抓的那些人要释放啊 等等等等啊 那么政府又说了 说那么我们坐下来谈判吗 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来谈一谈啊 那么在这个时候呢 他们就又变了 说那个也不重要了 重要的是什么呢 重要的是这个哈希娜呢 一定得下台 你不下台呢 就是不行啊 那么现在呢 闹到最后啊 这个哈希娜在这种情况下呢 他就已经辞职了 那么在孟加拉伯的国内呢 就是说啊 这是人民的胜利啊 别扯了 别扯了 什么人民的胜利啊 这就是啊 某些国家啊 或者某个国家啊 在这个孟加拉伯呀 所搞的这个颜色革命啊 那么他这个颜色革命 针对谁呢呢 其实呢 挺明显的 因为这哈希娜呀 在前一阵子 刚去访问中国啊 和中国呢 签署了一系列的协议啊 习近平还鼓励说呢 鼓励你们哈 就是呢 探索自己的发展道路啊 一个国家要发展啊 不能是被别人当成一个妻子啊 要探索自己的这个发展道路啊 中国呢 在孟加拉伯呀 有好多的合作项目 然后这哈希娜呀 还寻求说 想加入这个金砖组织啊 你想啊 有了这些背景以后啊 然后他们就发生了这样的颜色革命啊 你说他们是冲着什么来的 是谁在这背后搞的 对不对 这就不言而喻了呀 那么当哈希娜呢 辞职啊 然后出逃 在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看到那些个媒体啊 就开始炒作了啊 说这下啊 中国就傻眼了啊 说这个哈希娜出逃啊 没中国好果子吃啊 这一带一路呢 就算是泡汤了 实际上是这样吗 实际上呢 这两天啊 我又看到 随后我就看到啊 有一些媒体呢 就在炒作什么呢 就在说啊 这个孟加拉伯的颜色革命啊 是谁在背后操纵的呢 说实际上是中国在背后操纵的 就是说呢 它两种啊 就是决然相反的这个说法 全都存在啊 一个说法呢 就是说啊 这个颜色革命啊 是中国特别不希望看到的 因为呢 中国的一带一路啊 在孟加拉伯就算是泡汤了啊 因为亲中国的哈希娜呢 现在被赶下台了啊 一个是这个说法 另外一个说法呢 说中国策动了 它这个颜色革命啊 但是呢 理由我就没有看到啊 我没有看到说 有一个什么逻辑啊 是中国在这里面 策动的这个颜色革命啊 这是说不过去啊 中国从来都不去搞人家其他的国家啊 人家的国家啊 怎么治理 是人家国家自己的事 中国从来都不去干预人家的内政啊 那么这印度呢 也说啊 他们从来都不干预别人的内政啊 不干预别人的内政 那孟加拉怎么从巴基斯坦独立出来的 对不对 你印度没点数吗 对不对 印度也不是绝对的 不干预别人的内政啊 如果不干预别人的内政的话 那这个哈希纳怎么跑到印度去了 他怎么没跑到中国呀 对不对 然后呢 还有一点特别关键的是什么呢 这个哈希纳呀 他是亲中的吗 其实他不是啊 他到中国去访问啊 访问完了以后回去啊 其实呢 他有一个十亿美元的大的水电项目 按说这个水电项目啊 中国是最拿手的 更何况呢 你到中国 刚去中国一趟 肯定是谈了这件事啊 但是呢 没有谈成啊 然后呢 他回去就把这个项目呢 给了印度了 你想想看啊 这个哈希纳 他是亲中的吗 现在呢 印度就非常担心了 印度就担心说 这个十亿美元的这个工程啊 现在哈希纳逃跑了 还算数吗 那咱们就不知道啊 你这个印度和孟加拉国 其他的那些政治势力啊 关系如何呢 那咱们就不知道啊 但是啊 据说现在这个孟加拉国呀 现在最大的这个反对党 叫民族主义党 他是最大的反对党 那哈希纳这一逃跑呢 那这民族主义党呢 他就成了一个最大的势力了吧 很有可能呢 他就上台了 还有另外一个党呢 叫社会党啊 这两个党呢 在孟加拉国呢 都是很有这个影响力的啊 很有地位的啊 这两个党呢 无论是哪一个党 其实呢 和中国啊 都挺友善的 有很多中国的 这个一带一路啊 在孟加拉国的项目的 孟加拉国一方啊 那些企业 他们都是支持这个民族主义党 和社会党的 这是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说呢 其实这个哈希纳呀 他并没有那么的亲中 或者说呢 就跟缅甸似的啊 中国都是呢 和这边啊 关系也不错 和那边关系也不错 中国呢 就是不干涉你的内政啊 你谁上台呢 我都愿意跟你配合啊 我们就是合作 来做生意 我们做的是生意啊 我们对你们国内的 这种政治是不感兴趣的 所以现在啊 就像这个美国呀 印度啊 就傻眼了 那么有可能 新的政府在上台以后呢 中国这一带一路啊 在孟加拉国啊 没准还更红火了呢 也没准这11亿美元的 水电站的这个项目呢 从印度那收回来啊 又给了中国 也未可知啊 如果这样一来的话呢 这印度和美国 搞的这颜色革命 你说是不是搞了个寂寞呢 这个视频呢 又是一个新闻联播 首先呢 第一条新闻 是关于这个俄乌冲突的 那么前两天的时候呢 乌克兰说呀 他们已经从西方啊 接收到了F-16战斗机啊 今天俄罗斯方面 就报道说的呢 在赫尔松的上空 发现了有F-16战斗机啊 但是呢 双方都没有报告说 这个F-16战斗机啊 它是执行了什么任务啊 是进行了轰炸吗 貌似好像没有啊 那么俄罗斯方面 发现它呢 给它打下来吗 好像貌似也没有啊 反正就是俄罗斯说 在赫尔松的上面呢 是发现了F-16战斗机了啊 如果说发现了的话呢 那下一步呢 就是给它击落了 之前的时候呢 已经跟大家说了哈 俄罗斯呢 严阵一旦啊 发动全军所有的人员 悬赏 说是呢 甭管用什么方式啊 如果是能打下来 这个F-16战斗机的话呢 是重重有赏啊 那么俄罗斯呢 现在哈 所有的有可能的 那些战机的飞行员呀 还有高射炮的什么操作者啊 什么排气炮啊 我也不是特别懂啊 以前的时候 我们看中国的那些个战争片里面 我们看到呢 以前咱们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哈 以前的时候呢 没有那个力量的时候 就拿那个机枪啊 都曾经打下过来 这个飞机 对不对啊 只要是你敢做哈 就没有做不到的 对吧 不过也分谁了 就是咱们的解放军能做到 也不代表人人都能做到 对吧 然后下一个新闻呢 就是现在乌克兰啊 他有样悬眼啊 就是这个以色列做的事情 他发现 哎 没有什么后果 那是不是以色列能做 我也能做呢 那么昨天的时候呢 俄罗斯啊 就发布了一个消息啊 俄罗斯呢 有一个电视台 叫俄罗斯24电视台 那么这个电视台呢 有一个战地记者啊 这个战地记者估计呢 是相当优秀啊 那么他呢 主要是在俄乌前线 进行报道 结果呢 昨天的时候啊 他所驾驶的那个车啊 就被乌克兰的军队给袭击了 这个记者呢 受了重伤 今天呢 我看到俄罗斯方面呢 发布的消息啊 说这个记者啊 已经转移到大的医院里面救治啊 情况已经稳定下来了 他还活着啊 这个消息出来以后呢 我看到啊 中国就有一些这个舔乌派 对吧 那些舔乌派啊 现在就像煞了气的皮球似的啊 我都不明白啊 关于俄乌冲突的这个啊 你那么上心干什么呀 乌克兰是你的主子吗 还是怎么样啊 我不知道有些人为什么那么伤心啊 他们呢 其实就是恨国党啊 那我更加不明白了啊 自己的祖国啊 你怎么这么仇恨呢 怎么中国好了 你就不舒服呀 跟中国关系好的这个国家好了 你也不舒服呀 真的是啊 真的是 我就特别的不明白 尤其是那些在国内的啊 我回国的时候呢 我也接触过那些法轮功啊 那法轮功呢 一天到晚呢 就是在骂共产党啊 说是什么要保命啊 赶紧退共啊 什么之类的啊 这些 那么你在国内的时候呢 我看到有些人 一天到晚呢 搞这个法轮功 反对共产党 但是啊 他们当接收政府 发的福利的时候啊 他们一点都不手软啊 各种的福利啊 他也享受啊 对吧 那你想受福利的时候 你怎么不说你不要啊 对不对 你怎么不反对啊 也就是说呢 乌克兰现在 跟这个以色列学会了 按说呢 在前线啊 记者啊 不应该作为目标的呀 但是以色列从来都不管啊 记者呀 说联合国的人员 都一概不管 红十字会什么的 一概都不管啊 难民救助的不管 难民不管啊 什么都不管 那么现在乌克兰呢 也学会了 就是呢 记者啊 明显的 他对这个记者的攻击呢 就是把他作为目标的 那俄罗斯呢 对这件事情 也进行了谴责 但是谴责有用吗 谴责是没有用的 另外一个消息呢 就是乌克兰啊 就是另辟战场啊 现在在哈尔科夫的这个西北方向啊 在这个俄乌边境上就搞事啊 部署了一些个兵力呢 在攻击俄罗斯的边境的那个州啊 是另外一个州啊 不是以前所说的州 那名字我也记不住啊 总之呢 他部署了这个兵力呢 没占着什么便宜啊 俄罗斯也调动部队啊 然后就击退了他们的攻击 并没有机会进入到这个俄罗斯的境内啊 而且呢 俄罗斯所公布的啊 就是击毁了他们多少多少这种武器 那种武器我就不说了啊 我看到呢 就是他这个人数啊 俄罗斯击毙了乌克兰军队啊 只是在这个方向就一天24小时之内啊 600多人 然后呢 再加上顿巴斯地区啊 所有的地区加起来说是 这一昼夜之间呀 有2110个乌克兰的军人死亡 所以呢 现在啊 就是美国那边就说呢 说这战争不能停啊 他们不主张这个战争停啊 就拖着啊 就能把这个俄罗斯给拖死啊 其实呢 我觉得说啊 你拖着的话呢 俄罗斯有损失 难道说这个乌克兰没有损失吗 对不对 然后呢 还有啊 就是那你美国的那些个军援啊 武器设备啊什么的 那些难道就没有损失吗 对不对 那么还有一些美国的专家就说了啊 就表示担心 说武器设备呢 可能还可以造啊 那么乌克兰的人如果死光了的话呢 这个是不可逆转的啊 这个怎么整呢 这个确实是啊 一昼夜呢 就死了2110个啊 你先想想看 这个乌克兰有多少人可以死呢 好 下一方面的新闻呢 是关于中东啊 首先呢 是哈马斯这边啊 那么以色列呢 暗杀了一个哈尼亚 之前我就说了 一个哈尼亚倒下去 不是有的是哈尼亚站起来吗 那么现在呢 哈马斯又选出来了一个新的这个领导人啊 就是新瓦尔啊 这个新瓦尔应该就是之前他那个军事方面的那个领导人吧 让以色列啊 恨之入骨的那个新瓦尔啊 这个新瓦尔呢 他现在啊还在加沙地区啊 这是更加说明了一个什么问题啊 就说明了你这个以色列啊 在加沙地区已经是进行了这么长时间了 十月份开始的对不对 现在是八月 一共就进行了十个月 快一年的时间了 一个小小的加沙地区啊 就这新瓦尔他就在加沙啊 然后你就抓不着他 对不对 活不见人死不见尸 你就根本现在就知道呢 他仍然是活着的啊 他又担任了这个哈马斯的领导人啊 另外呢 就关于哈尼亚的被暗杀的这件事情呢 伊朗誓言是要报复的啊 那么以色列这边呢 也做好了准备 美国也做好了准备啊 美国已经把那个军舰呀 什么的啊 航空母舰啊 都开到了那个地区了啊 沿着一带 说是呢 准备保卫以色列啊 都准备好了 说是呢 以色列啊 供这个内塔尼亚湖 到时候藏身的那个地道掩体啊 地下掩体啊 都准备好了啊 然后地下防空洞啊 什么的 也都准备好了啊 以色列人呢 到时候就转到这个防空洞啊 但是呢 现在这个伊朗啊 倒是知识没有动静啊 方方面面的说 伊朗你到底打还是不打 你到底是什么时候打 以色列说你再不打我 就要我要先发制人了 真的是啊 什么叫先发制人啊 伊朗他现在啊 要打你 不就是因为你攻击他吗 什么叫先发制人啊 这个以色列真有意思啊 还先发制人 就是因为你打了人家呀 你先出了手 人家现在要还手啊 那么同时呢 我们也看到这伊朗呢 现在和方方面面呢 正在接触啊 方方面面都安排好啊 等安排好了以后 然后再打啊 那么特别有意思的就是呢 俄罗斯啊 俄罗斯派了这个 前国防部长少一谷啊 到了中东去了呀 你想想啊 到伊朗去啊 为什么是少一谷啊 而不是外长拉夫罗夫啊 你像那个埃及呀 还有越旦呀 去的都是外交部长啊 那么俄罗斯派的是少一谷啊 那么少一谷去啊 和拉夫罗夫有什么不同呢 那么拉夫罗夫能起的作用 少一谷可以起啊 但是少一谷所起的作用 拉夫罗夫起不了 这个呢就是军事方面啊 对吧 这个拉夫罗夫起不了 所以呢就派这个少一谷去啊 肯定进行一些 军事方面的一些个商谈啊 部署啊之类的 对吧 另外呢我还看到有报道说 少一谷去了伊朗以后啊 还去了胡塞武装那儿啊 给胡塞武装这个撑腰打气啊 胡塞武装呢 是在中东的冲突当中呢 是最猛的那个仔啊 真是猛啊 全世界说实在的 有谁敢天天的去攻击 美国的那个军舰啊 对不对 美国 英国 欧洲 以色列啊 那些个军舰啊 那些个民用船只啊 他全都敢攻击 对吧 谁要这么大胆 恐怕就只有胡塞武装了 对不对啊 所以说俄罗斯啊 得给他撑腰打气啊 同时啊 问他你还缺少啥呀 到时候给你补充上啊 给你做一些保障啊 不能让这么能打的这个胡塞武装啊 到时候掉了链子 是吧 中东这块呢 也是一样的啊 就是说呢 如果说持久战的话呢 这个以色列啊 比乌克兰啊 还拖不起啊 还拖不起啊 你看这历史上中东呢 每一次的战争啊 都是非常短的 速战速决 几天的时间啊 这次啊 一打就打了这个十个月啊 就连他们国内的那些啊 免除兵役的那帮人啊 那帮正经的犹太人啊 他们都要服兵役了 取消了他们的这个豁免权 对不对啊 他们的人啊 是有限的 如果再拖下去的话呢 这个以色列啊 就不是输赢的事啊 就没人了呀 没人了你还打啥呀 对不对 好 下一个新闻呢 是关于这个美国大选的啊 就是这个贺锦丽啊 也叫哈里斯 对吧 这个哈里斯呢 他这个副总统的人选确定了啊 那么前一段时间 有那么几个人选啊 一个是明尼苏达州 一个是宾州 一个是阿里桑那 一个是北卡莱罗那啊 这几个州的啊 各有一个人选啊 那么川普最担心的啊 可能就是宾州的了啊 因为呢 宾州是一个摇摆州啊 如果说这个贺锦丽啊 能拿下来宾州的话呢 那基本上呢 受算的把握就更大了 这不是川普想看到的 但是贺锦丽呢 现在他选了一个啊 明尼苏达州的那个州长啊 这个州长也挺有意思的啊 这个州长呢 他原来是一个老师啊 后来呢 是一个教练好像啊 他还到中国当过老师来 那到中国当老师 肯定是教英文了 对吧 说是他会中文呢 他会中文 他在以前的活动当中啊 曾经就是说过中文啊 也就是说呢 他对中国是挺了解的 但是呢 了解中国不等于有亲中啊 你想一想啊 最典型的是谁啊 不就是那个戴琪吗 对不对啊 还能比戴琪更了解中国吗 对不对 但是戴琪呢 最坏了 是吧 所以啊 贺锦丽的这个副手啊 你也甭指望他说啊 对中国能好啊 甭指望这个啊 就像上一次啊 美国大选完了以后啊 拜登赢了 川普输了 伊朗所说的话 伊朗说没个好东西啊 走了一个不戴口罩的 来一个戴口罩的 没个好东西啊 甭指望他们能好啊 就自己强啊 比什么都强啊 那么现在呢 就来到了下一个新闻啊 这个新闻呢 前一段时间的时候呢 其实我们在我的视频里面啊 说过 就是这个富士康啊 他不是之前的时候呢 从中国撤到了印度吗 他是给苹果加工的吗 那么他撤到印度以后呢 就赶上苹果推出来 iPhone 15啊 那iPhone 15呢 就是在这个印度加工的 结果印度加工的 那个iPhone 15 就没法用 跟低调货似的 后来呢 就给富士康也造成损失 给苹果也造成损失啊 现在呢 富士康和苹果啊 双双又回到了中国 又再次回来了 我看到这个环球时报啊 还发了一篇社评 说富士康归去来 说明了什么 说明了中国有实力啊 说明中国的这个产业链啊 供应链啊都全呗 对不对 说明了在印度就不行呗 对不对 各方面都不行呗 就说明这个啊 现在他们就又回来了 好 下一条新闻呢 是这个美国啊 美国呢 经常是通过这个卫星拍照 来偷窥别人啊 那美国呢 最近啊 说是他们从这个太空啊 又拍到了一张照片啊 就是中国这个军舰的造船厂啊 正在造的一个大型的一个舰艇啊 这个舰艇呢 不是这个航空母舰啊 但是盛似航空母舰啊 它是一艘这个攻击舰啊 据说哈 不是据说啊 就是啊 就是啊 这个攻击舰呢 它的排水量啊 很大 然后这不是重点啊 重点呢 就是这个攻击舰上面啊 可以搭载战斗机的啊 可以搭载无人机 可以搭载有人机 还有呢 这上面啊 它这个战斗机 它起降啊 它都不是那种滑翔式的 它是弹射啊 弹射呢 号称是最先进的啊 而且呢 这个攻击舰上面 这个弹射啊 这个弹射设备啊 说是比美国的那个 弹射啊 还要先进 比那个还要先进 然后它整个的攻击舰的 这个吨位啊 它可以搭载的战斗机啊 的架数啊 都要超过日本的航母 日本的航母其实不是航母啊 是什么巡洋舰啊 护卫舰啊 什么之类的啊 然后呢 它改造成的 这个轻型航母啊 它很轻的啊 中国的这个攻击舰啊 比日本的那个航母啊 要强大非常非常多啊 不知道多少倍啊 这个照片 美国拍到手以后呢 让美国惊出一身冷汗啊 说中国现在造船的技术 真的是太强了 太可怕了 好 最后一条新闻呢 就让这个拜登和川普啊 双双崩溃的一个新闻啊 我们就知道呢 川普那会儿啊 他就是不服气啊 他觉得他对中国的进出口啊 是一个逆差 也就是说呢 美国买中国的这个产品啊 远远多于啊 中国买美国的产品啊 按说呢 这是一个正常的 也是一个发达国家嘛 对不对啊 中国呢 就没有你能发达嘛 中国过上好日子 这才几天啊 对不对啊 但是呢 川普啊 就不行啊 他就要通过加这个关税啊 想给他逆转 那么当时呢 这拜登就反对他这个做法 对吧 但是呢 拜登啊 上台以后啊 他也是掐指一算啊 说我这个经济啊 如果我把这个加征关税 给他去掉的话呢 那么我这个经济会更差啊 那么到时候呢 那我的对手就该拿我现在的状况和之前川普那个相对比了 那我不就输掉了吗 所以呢 他就迟迟没有去掉川普的那个关税啊 但是呢 尽管他没有去掉 中国出口美国的产品呢 仍然是不少啊 今天呢 我想说的是什么呢 就是在8月3号的时候啊 中国公布了一组数字啊 就是呢 上半年就跨境电商啊 这个半年的成绩啊 跨境电商就是什么拼多多呀 淘宝啊之类的电商啊 这电商啊 跨境的啊 中国的半年呀 跨境电商进出口呢 是1.22万亿 出口啊 就只有出口啊 1.22万亿 等于2000亿美元啊 同比增长了10.5% 这说明什么呀 这说明啊 美国打压是没有用的 因为中国的经济和美国的经济啊 它是互补的 中国是供应一方 它是消费一方啊 你说你愣着不要 它也不行啊 它是刚需啊 对不对 所以说呢 你看 从电商的这个哈 它同比增长了10.5% 这仅仅是半年而已 就1.22万亿啊 半年1.22万亿 是什么概念呢 要如果是全年的话 就2.44万亿了 对不对 2018年的时候啊 只有1.06万亿 全年 然后2023年的时候呢 是2.38万亿 就是2024年啊 如果你拿上半年 乘二的话 就已经是超过2023年了 你说这个拜登和川普 是不是要双双崩溃呢 好 我这个视频就跟您说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下次再见 我这个视频就跟您说到这里 我这个视频就会双双崩溃呢 我这个视频就会双双崩溃 我这个视频就会双崩溃呢